香港著名影星金马奖影帝万子良日前现身北京 当日凌晨三点多 他和香港著名打星徐少强光顾亮马桥一家高档KTV 与二人同行的还有两位姑娘 万子良用一顿狂吻答谢帮其打车的回衣女孩 另一位白帽女孩则和她一起回到传媒大学的宾馆 而白帽女孩并不是万子良现任妻子郭敏玲 据调查万子良所拍房间420元一晚 女孩一在KTV工作 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交流中心为传媒大学内部接待的宾馆并不对外营业 万子良之所以能够入住该宾馆和他的另一重身份有关系 他是传媒大学兼职教授 2005年万子良到中国传媒大学当弟子的新闻登上多家媒体 两年后万子良再次杀回传媒大学 只不过这次的身份由学生变成教授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